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是在42分从成都东站驶出的 截止到下午的16时30分 我们成都东站条图首日 发送旅客是16.4万人 新增新疆阿克苏 到安徽五湖的乡村振兴班列 从北京 上海 武汉等方向 新增高寒智能动车组 方便旅客北上滑雪 哈尔滨首日新增开的12组复兴号 这12组复兴号全部配属的是 费兴号高寒智能标准化动作 咱们在大件行李箱部位 除了装大件行李之外 可以满足它装化学板的需求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 铁路新年调土 土的是啥 晚上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 马上就快到过春节了 其实剩下的时间不长了 很多人就已经开始在计划自己 在今年春节假期之间的时间的安排 要去哪 要跟谁去 要怎么去 那说到怎么去呢 就得谈到今年春节的交通运输了 因为春运 这是每年我们都会讨论的一件大事 那今年的春运呢 具体会从1月26号开始 一直到3月5号结束 总共是40天的时间 春运首日的火车票呢 将会从1月12号 也就是后天开始开售 但实际上今天就已经发生了一件 和春运密切相关的事了 因为从今天1月10号的零点起呢 就已经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 那么应该说呢 实际上今年的春运呢 是从疫情防控转断之后 全面恢复的一次春运了 因为在去年这个阶段呢 还在疫情防控期间 所以很多人是控制了流动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今年春运这个人员的暴增 可能就会是一个预期 那么在这个这样的预期之前 进行这样一个规模很大的 铁路的运行班次的大条图 对于今年的春运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 随着每一次 这样的一个铁路的条图 又反映出了我们铁路发展的 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今天我们就首先来 从新版的这份列车运行图 开始说起 春运时间定了 2024年的春运将从1月26号开始 3月5号结束 共计40天 1月12号 2024年春运车票就将开售 如何做好今年春运的售票服务 近期 铁路部门推出了不少新的服务 早在1月3号 铁路12306APP就率先推出了 购票需求玉田和火车票 起售提醒订阅两项新功能 购票需求玉田功能上限之后 旅客可以在车票起售的当日 预先填写乘车人 车次席别等信息 在车票开始发售的时候 一键提交订单 并且完成支付 为了方便学生和务工人员买票 从1月10号至2月19号 铁路部门还在12306APP中 增加了学生寒假订票专项服务 和务工人员春运增开列车 预约服务线上预约渠道 优先受理安排 预售期外提交的购票需求 也就是说 12306火车票预售期原本为15天 但今年春运 学生旅客和务工人员 可在开车前17天提交购票需求 一系列的购票服务在不断优化 承载着春运中输送旅客 重要功能的铁路 也在不断优化运行图 从今天凌晨开始 全国铁路开始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此次条图也是春运前 最大规模的一次铁路条图 全国铁路每日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11149列 较线图增加233列 春运期间 我们还将根据客流需求 增加主要方向和地区的 旅客列车开行数量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路网整体功能 此次条图中 一系2023年开通运营的新线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去年年底刚刚开通运营的 济正高铁为例 过去从济南前往郑州的旅客 需要向北绕行石家庄 或向南绕行徐州 通行时间为三个半小时 随着济正高铁的开通 济南到郑州的通行时间 缩短至最快一小时40分钟 其中还将济正高铁 通达济南郑州之间的列车 加密到62列 另外还新增了一对 沈阳北至郑州东的动车 进一步提升了东北地区 至中东部地区的高铁运输能力 同时也填补了辽宁地区 去往山东辽城 河南浦阳等地无动车开行的空白 此前从烟台到贵阳 只有朴素列车 通行时间长达42个多小时 此次条图首次开通了 烟台至贵阳北的动车组列车 全程运行14小时05分 较此前缩短了28小时26分 过年从山东回贵州 时间大大缩短 除了客运之外 此次条图在货运方面 也考虑到了春节年货的运输问题 条图后 从新疆阿克苏到安徽五湖 首次开行了乡村振兴班列 乡村年货从西北到江南 时间从8天缩短到4天 运输成本降低20% 条图后 像这样的乡村振兴班列线路 就增加到19条 我们来看新图的时候 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 全覆盖 加速度 新站 新线 客户兼顾 那么这份新图到底有什么样的新变化 这个条图的时候 它的标准和依据又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一下 国铁集团运输部列车运行图处的副书长 深湖南 深处长您好 我们刚才说了今天从零点开始 这个新图已经在实行过程当中了 现在差不多22个小时过去了 那么这个顺利吗 新图实行的这个数据 现在已经有一些掌握了吗 新图呢是于今天的零时期实施 其实在1月7日呢 已经进入到这个新图的过渡期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有80%的直通旅客列车 已经完成了新旧图的过渡 剩余列车呢 将在13号前完成新旧图的交替 应该说呢 整个交替过程 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平稳有序的 其实一般的旅客来看到这个条图的 这个通稿的时候 它可能线路方面还是不太清楚 但是大家很清楚明了的 就看到数字增加了 比如说这个旅客列车 是增加了233列 这个货物列车呢 是增加了40列 那这样的一个增加的这个幅度 跟往次的条图相比 它的力度是怎么样的 又能够反映在春运上面 会多大程度的来提升 今年春运的这个运力呢 2023年呢 全国铁路投散新线呢 一共是3637公里 其中高铁呢是2776公里 这一批新线的投产呢 进一步扩充了春运能力 那你比如说几政高铁 航舱高铁 还有这个广州白云站等等 今年铁路春运客流呢 将以这个滩金流 悬舱流 乌宫流 还有这个旅游流为主 在春运的四十天里 我们还将增加热门方向 还有热门地区的 旅客列车开行数量 采取动车组重连运行 还有普出列车 这个加挂车箱的方式 那么另外呢 针对这个节前和节后 客流高峰 我们还安排呢 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 最大限度的增加这个阅历投放 满足旅客的春运的出行需求 除了我们看到车次多了 速度快了 时间短了 这些变化之外 你们在调图的时候 就是还有哪些方面的事情 是需要去考虑到的 我想主要几个方面吧 一个呢 是这个旅客出行的选择 更加丰富 那么这次调图呢 对北京和广州枢纽进行了调整 北京站呢 增加了到京广高铁 通知主列车是四列 北京西站呢 增加到京哈高铁方向 通知主两列 广州白京站呢 安排列车是104列 其中京广高铁呢 是42列 进一步提高了这个 枢纽内的列车的互联互通 也为广大旅客提供了 更多的选择 而在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的基础上呢 充分对接这个经济记 还有这个长江经济弹 粤港澳大门区 等等这些这个区域性发展战略 提高区域内 以及区域间城市的通达性 压缩城市间的旅行时间 从另外一方面 很多人认为条图就肯定是提速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样的 在这一次新的这个列车运行图当中 还保留了很多的这个公益性慢火车的车次 那做出这样一个选择的考虑是什么呢 这个公益性慢火车呢 主要运行在这个交通不便的边缘地区 对这个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还有这个百姓出行呢 至关重要 在历次条图中呢 我们始终保持这些公益性慢火车的开行 并且在这个车辆 还有车站等相关的设备设施 还有以及开行质量等方面 进行不断的改善和提升 更好的服务这个沿线的人民群众 助力这个乡村振兴 实际上每年都会有几次 比较固定时间的这种条图 那这次是刚好赶上就在春运前夕 那每一次通过这种铁路运行图的调整 如果把它串起来的话 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 就是能够看到我们的铁路发展的 哪些趋势和变化 每次条图呢 主要是根据这个线路 还有车站的开通 还有以及这个机车车辆装备 等等一些预出资源的变化 通过合理的利用线路 还有树纽的能力 通过条图这种手段 来增加这种列车开行数量 扩大这个通达范围 提高线路及车站的通过能力 提高机车车辆的周转效率 来不断提升全国铁路 全国铁路网整体的功能 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群众的这个出行需求 从这几年代的条图情况看呢 随着现代化铁路网的越之越密 新技术新装备的运用 铁路客户运输能力和效率 还有旅客出行体验呢 都在不断地提升 同时呢 从另一个层面呢 条图呢 铁路客户运量持续增长 也张下了我国经济 这个回升向好的态势 好的 谢谢申助长为我们所做的介绍 那实际上呢 作为老百姓 或作为一个普通的旅客 我们出门的时候 就想着这个怎么样能够更方便快捷 但是作为顶层设计者 他们要考虑的更多 他们可能要想怎么去更大程度的 发挥铁路线路的效率 怎么样去带动这个区域经济 更好的流通和发展 所以实际上比如说 像今年火烛圈的这个冰雪旅游 也成为了这一次条图的一个主要的依据 我们来接着往下看 北京 上海 武汉方向 新增了七组复兴号高寒智能动车组列车 方便更多旅客北上滑雪 事实上 此次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还有一个背景 就是入冬以来冰雪热的持续升温 尤其以哈尔滨 亚布利 墨河等 热门冰雪旅游城市为代表的地区 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目的地 哈尔滨首日新增开的12组复兴号 这12组复兴号全部配属的是 复兴号高寒智能标准化动车组 新街道的这七组复兴号 今天全数上下 今天这七组车发出了之后 当日从北京方向能返回来四组复兴号 返回来四组复兴号 大概在夜间21点到22点左右 与标准版复兴号动车组相比 新型高寒智能动车组使用的材料 电气元件等都进行了耐低温设计 即使在我国东北地区 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 也能奔跑如常 在赵水管线上都增加了防寒材 同时增配了半热线 保证旅客的途中体验良好 取水用水方便 旅客信息采集和观察方面 车上配备了双屏显示的电视 显示咱们日常的宣传图像 宣传影像的同时 旁边另一个屏会显示 整个车的交入和运行信息 咱们在大件行李箱部位 除了装大件行李之外 可以满足它装化学版的需求 咱们的高寒智能复兴号的参车 是冰雪主题的参车 参车的顶部是有LED 点状的星空柳 像雪花一样 让大家感受一下 这我们北方的特色 除了满足游客北上的需求 在西南地区 成都东至自贡至宜宾 至乐山至成都东 开行环线动车组四列 串联七座城市两座机场 那么今天是星途实施的第一天 我们第一列环线列车 是早上的6点42分 从成都东站驶出的 截止到下午的16时30分 我们成都东站条图首日 发送旅客是16.4万人 我们环线列车 平均每三小时45分钟运行一圈 每三个半小时 就会有一趟环线列车 从成都东站驶出 推出这样的环线列车产品 一方面串联了川南的城市群 同时使铁路和航空的便捷换乘 更加的方便 另一方面旅客前往宜宾乐山 等旅游的热门城市 将更加的灵活方便 我们上午吃乐山甜皮鸭 中午吃宜宾燃面 晚上品尝自贡冷吃吐的安排 将成为可能 事实上 过去一年 全国铁路也进行了多次条图 截至2023年底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达15.9万公里 其中高铁4.5万公里 数据显示 2023年 国家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 36.8亿人次 高峰日发送旅客突破2000万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 全年和高峰日旅客发送量 均创历史新高 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是 刚刚过去的2023年 中国铁路创下了很多的历史新高 包括旅客总的发送量 还有货物的发送量等等等等 那应该说这个背后 是有科学条图的功劳的 因为每一次的条图 都意味着更多的线路被连通 也有越来越多的路线的空白 被填补上 所以每一次的条图的背后 也都意味着我们的出行更加的便利 那怎么来看待这个新的列车运行图之后 我们的铁路的运行的现状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包括从长期来看 我们的铁路又有什么样的新的发展呢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 有限公司运输研究所的所长梁栋 梁所长您好 您好主持人 我们看到这次新的列车运行图 是特别的增加了冰雪旅游的线路 还有乡村振兴的线路 做这样一个设计的考虑是什么呢 这次条图增加了冰雪旅游线路 主要是考虑当前冰雪旅游 正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特别是成功举办了冬奥会以来 从事冰雪运动人越来越多 比如元旦期间的东北冰雪旅游非常火爆 开行冰雪旅游列车 能够为百姓的冰雪出行需求 提供便利的交通 也有效带动了地方冰雪经济的发展 增加乡村振兴线路 主要是考虑乡村振兴 作为国家的战略 还有不少革命老区 民主地区 边疆地区和欠发达的地区 还缺少铁路服务 需要通过增开列车 和增加停战的频次 来促进城乡的人员流动 带动沿线的乡村经济发展 以更好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总之铁路部门 每年都要进行多次的条图 条图一是要考虑 旅客出行的需求变化 比如说热点的地区 多样化的这种车次 二是要考虑 服务品质提高的要求 比如安排了大战直达的列车 吸发招致的列车 以及动卧等等 三是要考虑 国家总体发展的要求 比如服务乡村的 公益性的慢火车等 实际上从这个新图来看 就是包括整个的2023年 我们是新开通了很多的线路 也新贯通了很多的线路 作为一个我们中长期铁路规划的 八纵八横的高铁的主干道的建设 也已经完成了80%了 接下来的这20%重点会在哪里 挑战又是什么呢 到2023年底 我国的高铁营业里程 已经是4.5万公里了 刚才提到的 主通道也建成了80% 剩下的20% 按照中长期铁路往规划来看 主要还是集中在中西部的地区 目前大部分的高铁主通道项目 已经开工建设了 比如金昆通道西安到重庆 到昆明高铁 这些高铁主要还是因为 客流量不及东部地区 以及建设条件相对复杂 所以论证的时间比较长 投资也相对较高 但是在国家规划的指引下 八纵八横的高铁主通道 最终还是会全面建成的 届时将覆盖50万人口 以上的所有的城市 应该来说高铁的覆盖面 和通达性能 会得到一个全面的提高 来更好地满足百姓 高铁出行的需要 从这个铁路的条图当中 我们读出的一个 蕴含的一个深意 好像快并不是我们唯一的追求 因为我们看到从兰州 到北京和上海的 这个复兴号的 绿巨人的动车组 时速就只设计了160公里 那这样的一个考虑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依然在高铁时代 会增加这些车速 比较慢的车次 是的 这个速度是一个方面 其实还要考虑 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 朴素铁路的出行需求 以及我们百姓出行的 一个品质的要求 这次条图新增的 时速160公里的 复兴号的绿巨人 可以看到是在既有的 朴素铁路的主要概念上 来调整运行的 这其实是更新换代了 部分绿皮车 来提高我们服务品质的 一个做法 绿巨人其实在之前 在很多的线路上 都有进行开行 它的品质应该来说 比一般的朴素客车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绿皮车 有一个大幅的提高 旅客的乘坐舒适度 也有比较好的提升 比如说跟绿皮车相比 在座椅方面 原来的绿皮车 就是相对的 而现在 绿巨人是朝一个方向 私人空间比较好 同时座椅也更宽和舒适 开行160公里的动车组 也是符合目前 我们国家高铁和普铁 共同发展的需要 从长远来看 高速铁路和朴素铁路 都是适应百姓出行需求的 一个要求的 在未来 在高铁网的建设下 一方面高铁客流 还会进一步的增长 但是朴素客流 仍然具备一定的市场 特别是在朴素的长大干线上 是 那今年我们也预判 因为可能算是 疫情防控转断以来 全面恢复春运的第一年 那今年你们在列车的运行上 包括售票上 有一些什么样的预判和准备呢 应该来说 2024年今年的春运 是疫情防控转断的 第一个常态化的春运 铁路春运客流 我们判断了将以探青流 学生流 务工流和旅游流为主 客流也将保持在一个 高位的运行 同时 煤炭的粮食 节日的这些物资的货物运输 仍旧十分旺盛 因此呢 我们判断也组织编制了 春运的列车运行图 合理来安排运力 保障春运区间 与客运输和货运的保护需求 好的 谢谢梁所长为我们所做的介绍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图不同 我们相信通过每一次的这个条图呢 实际上它调出的 是我们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速度 图的呢 是千家万户 团圆的幸福 也希望每一次的完善 也都能使我们的生活得到上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